乾隆的脸已经完全阴沉下来 两道短黑浓密的眉 微微扭曲着压下来 深邃的眼眶中 同人闪着真芒一样的微光 悠悠扫视着殿中几人 鹅脚上的肌肉 视而抽搐一下 两只手紧握着眷暗边缘 竟是仿佛要一跃而起的模样 却咬着牙端坐不语 守在帷幕边侍候的太监 最知道这主脾气的 本来就丙迎耸熙狐狸的腰身 像被人处了一下的寒羞草 齐刷刷地折弯下来 等待雷霆大作与薄齐下 乾隆却没有发作 扎损了一下嘴唇 问道 几云 去年甘肃暴汉还是暴唠啊 他开口说话 几云顿时松了一口气 不假思索地就说 暴汉 话上 甘宁卿从来都是暴汉 陕西净河前年去年极唠 但核套张叶五威 十二成足收没有求证 甘肃接连五年都是旱灾 请雨表送来预览 皇上就明白了 乾隆嗡了一声 又问道 这几年甘肃免负镇灾前梁树母 想来也要等户部来报了 皇上 几云心里咯噔一声 刹那间加了小心 就地欠身喝腰说 详细数目 陈不能明白 按甘肃在册填土 是二十三万六千余情 填付定力二十八万七千两 连着五年都是免征的 去年赈灾银子 发给五万 前年是七万 再前年是六万五千 这是户部报城运览 军机处流荡时 臣无意中见到 尾数不能记忆 记得前罪臣乐钦还说过 王炳望这人 真聪明 知道江南丰收 又吃准了主子连续灾民 使劲暴灾 当官的老百姓两头核算 就为有这个话 臣才记住了这几个数目 臣几云身在积书 不能见微支柱 为皇上分忧 失职独责之处 难逃圣剑 他还要谢罪 乾隆一口打断了说 不要无故怀行 这不是你的首尾吗 朕这里连年整顿励志 只顾了高横前渡 这些城湖社数 哪里想得到各省 还有那许多的风珠长蛇呢 发文给阿贵 派员到甘肃 去查明翘石 一是争来的钱赋 到哪里去了 二是赈灾银子 到底落到了谁的手里 这件事着尹吉善 立即去办 是 尹吉善忙打道 却没有立即起身 他在西安 大约受气 焦牢极多 至今 于惊于怒 未惜 趁倩申计 活动了一下腰枝 从容说 奴才奉旨去闪钱 曾问过傅恒 军粮转运的事 傅恒告诉说 甘肃有粮 八十二万七千五百弹 豆卖充足 叫奴才不用为军粮劳心 八十万弹粮 在江南约值 两百五十万两银子 运到西安的脚架是五倍 当时奴才 感激王炳望 顾全大许 佩服傅恒协调有方 但到军中亲眼所见 既没有豆 也没有麦 有的只是梅米 奴才也派原梅 前往各库查看 又三次另派人复查 皇上 甘肃 根本就没有方库存粮 这件事 早就想奏名皇上的 但乐尔锦一口咬定 粮食已经震了灾民 七百万弹的折价银子 存在方库 要查 需要请旨办理 奴才又奉旨回南京 所以暂放了手 请皇上一并发指 这其中一斗太多了 这里边一斗确实很多 七百多万弹的粮 剁起来是一座山 赈灾没了 暴汉发钱粮 也赈灾了 超过干省岁收田赋 七八倍的粮食 都赈灾了 乾隆顿时气得发争 愣着还在思索 红昼却笑道 干肃人 好大的肚子啊 乾隆按着桌炎 想站起来 才意识到 是盘膝在榻上 耸了一下身子 宁笑说 正看未必 只怕饿扁了肚子的 也是有的 因为干肃的王炳望 乐尔锦 肚子太大 手太长了 一句话 查办 至此 济云已知 王炳望乐尔锦完了 他正思量着如何奏臣 月中旗 碾须沉吟说 老奴才没有管过政务 已经听得头晕了 甘肃地己民贫 麦豆母产 不过一二百斤 这七百万弹粮食 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江南的存粮 也就一千万弹上下吧 几云神色忧郁 望着乾隆说 东美宫不知首尾 这七百万弹粮食 是捐监的粮食 四年前 乐尔锦还是巡抚 上了道奏折 说甘肃过往商客多 就近买粮捐监 比道经捐监更便捷 这是国家额外进享 就地据粮 就地散赠百姓 本地富户 岁粮得银子 甘肃很实惠的 皇上当时批示 尔等既身任其事 勉为妥当为可 五十五粮一个监生 三年来 共是十五万捐粮监生 有粮又报灾求证 这已经蹊跷 卖了粮 又收尽藩库银子 更是匪夷所思 这真是 翻腹云雨 鬼量计量 层出不穷 若是藩库 收两百五十万银子 户部居然不揍 那户部 就该一炮炸成灰烬了 如果没收这笔银子 皇上万不要雷霆大怒 那王炳望和乐尔锦 南逃欺君 误国之罪 乾隆脸色惨白 声音颤抖着 带着哽咽 朕 不怒 朕已经没有气力生气了 只是觉得可怕 觉得凄凉 其实朕早该知道的 如果有灾 粮价上涨 五十五两 就买不足一个 奸生定额 如果丰收 为何要年年阵灾 宰割百姓 宰割朝廷 反过来 报捐粮有功 七军误国 还要加上一句 灭礼备轮 可怕的是 这不是一两个方面 大员 龌龊贪会 是通省 省府周县上下一心 合伙七军 但有一个 有天良的揍上来 哪有蛮得朕这么苦的 说着两行热泪 夺矿而出 朕已经明白他们 百计为难 念击善的缘由了 击善在那里一日 他们就如坐针毡 这还都是读孔梦的书 中了举人 中劲是出来的人 天地军亲师 叫得震天响 这一剑到钱 都变成了剑血的苍蝇 他卑不自胜 如气如素 众人替他讲 天天四更起来 见人办事到半夜 里里外外 闻事五倍 一处不到一处出事 一波不平 再起一波 总想把天下智的 四面镜八面光 却时时处处 有人和他专门作对似的 事事都不顺心 皇帝当到这份上 也是真苦 真难啊 心里替他难过 却也无可安慰 想想 几个军机大臣各守一方 也都是累得筋软骨酥 仍旧四方走风 八面露气 又是奇怪 又是不能咽这口气 沉思默想着 也觉得心酸眼热 王八尺早拧了一把热毛巾 小心翼翼地捧给乾隆 又给几个大臣送毛巾开泪 乾隆开了一把脸 心神安定了一点 脸色仍十分阴郁 这和高衡他们的案子不同啊 他坐得久了 腿有点麻 软软的偏腿 有小苏拉太监 跪着替他穿上靴子 下榻来徐徐夺了几步 已经收了悲戏之容 铿锵的音调里 带着丝丝颤音说道 这是一省官员串通作弊 有点类似雍正年间 山西诺敏一案 甚或有过之而无不及 就情理而言 骇民欺君邀功网上 带务军国大事 如此丧心病狂的国度民贼 断无可道之力 这个案子 由阿贵领衔钦差查办 大白于天下 一移天县王刚 笔记敏不畏死 朕有何锡三尺龙泉染血 他仰手看着垫顶的早景 像穿透乌雨 在摇视天穷 久久才伸长太息一声 以宽为政 是要与民修夕 百姓附设妓女 不是养庸为患 养得遍天下 成湖射属肥壮了 供他震得紫禁城啊 看来还是镇着皇帝 良德伯能 不能赶赫臣下 以至于官场 如此鬼魅横行 肆无忌惮 几个臣子 原本挺直坐 听他训会指令 莫了这几句 醉己诛心之语 说得众人无不悚然鼓励 连红咒在内 忙都离作俯手 连连叩头 乾隆还要接着说 见补义进来问道 有什么事啊 补义见众人都跪了 忙也跪了说道 浙江巡抚 王炳望 求见主子 哼 说曹操 曹操道啊 乾隆脸上略过一丝宁笑 他有什么事啊 他没说 奴才也不敢问 只见抱着一骡子旧书 看样子是进城阅览的 乾隆一下子想起 是在宁波王炳望陪驾时 自己曾说 天一阁藏书 有一套宋版的珠西柱 论语 没有见到 是遗憾事 想不到他这么快 就给自己弄来了 但他此刻对宋版书 已经毫无兴趣 阴冷冷说 你去传旨 他 东窗事发了 今日 就有旨意 他和乐尔锦 隔职厅刊 由刘统勋派人 查看家产 书 留给自己 好生毒吧 扎 请稍候 隐记扇 盲白手止住了 向乾隆 连连顿手 皇上今日听的 都是奴才们的一面之词 算不得铁证如山 万一其中别有委屈 奴才一言 遭甘肃 百官惶恐不安 此罪 百身莫属啊 求皇上查明再办 几云也说 王炳望的案子 扑朔迷离 异常繁复 臣以小人之心夺职 他是听说 引记善回来 恐怕干省 捐奸 冒阵事情败露 来见驾 一位取巧讨好 二位探望风色 不如假以辞色 赏收他的书 令他安心回去供职 此刻 似乎不必打草惊蛇 乾隆顿住想了想 对补义说 嗯 你去传职吧 待补义出去 乾隆苦笑了一下说 你们要秘武谨慎 和福康安秦采齐一样 公其不备 一往而尽 这响头怕不是好的 只是如今官场 还有和秘可保啊 不多王炳望的职 他一个六百里加急 给乐尔锦报信 带钦差大臣到甘肃 串供也串好了 账目也弥缝妥了 查起来 加倍的艰难 只有先隔掉他们的职 打乱了他们阵脚 变成没有头的一群苍蝇 秦差一到 势体虽乱 却容易串了他们的琵琶骨 岳中奇笑说 想不到整治污吏和打仗 一个模样啊 奴才听着 这是出骑兵 指导老营 中军指挥打乱 然后分割歼灭 乾隆略带得意的 一笑几脸 说道 这比打仗难啊 战场上敌我 分得明明白白 这里都穿的是朝服朝官 都是熟人同乡同年 上下撕老朋友 不是朕要拿他们当敌人 是这省官员和朝廷过不去 如不痛加整治 各省效仿 如法炮制 大清就完了 朕岂肯轻易将今日大好局面 轻轻断送 辜负列祖列宗的期望啊 众人听了聚各心服 七口八舌 赞扬称颂 圣明主兆 动箭万里呀 妙摸运毒 圣公清明 击断处置 奸鬼难藏 一片嘈杂凤影中 乾隆的心情 渐渐舒展 畅快起来 看了看怀表 惊讶地说道 已经快到卫时了 今天议政忘了时辰 朕不刺焰了 你们到军机处火房里用餐 该办什么事办去 老五留下和朕一道用衫 皇太后 皇后还要见他 就这样 跪安吧 众人本就跪着 纷纷叩谢 起身辞出 乾隆叫住了月中旗 却没有立刻说话 梁九 拍拍月中旗肩头 溃然说道 前朝留下的老将军 能总览全局野战的 只剩下东美工你了 本来他们一世 你可以回去歇息的 留下来是看 连泼老蚁 尚能犯否 看来你身体精神 不亚于他们几个壮年书生啊 朕心里甚是欣慰 这是国家干城之宝啊 你说是不是 老五 红昼笑道 那是当然 老家伙真行 上回和红瞻两个还在意 七十多岁的人了 还这么绝朔 他敢是人身路容 整日添着 我们兄弟除了皇上 谁的身子也没法和你比 月中旗笑说 皇上赐我的人身 有十几斤了 只是熬夜时 才舍得用一点 奴才是马上金刀生牙 老航武吃肉吃饭 练把是养着 自然结实 也是金枝玉叶 怎么和奴才这 砍不断的老秋树比呢 乾隆笑道 不要舍不得用 该用啊 还得用 回头 朕再次几斤给你 你说的那个阿姆尔萨纳 朕心里有数了 他是狼子野心也好 忠臣也好 现实 何卓那头有他顶着 是有用之人 你的差使 是帮办复衡军武 金川和上下战队 是西藏的门户 这里不料理好 也是迟早要出大麻烦的 你可以和那个 帆婆朵云见面 你们毕竟相熟了的 他们也信服你 容易说话 两条 一是沙罗奔必须面赴请罪 二是 请罪之后 朝廷赦免 他还是金川顾扎 连上下战队 也可归他侠领 话不要说足了 留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这件差事办下来 就是件大功劳 金川如果不肯答应第一条 那朕只好用兵到底 血洗了这块地方 这话不必直说 但要让朵云明白 好 这差事就教你了 月中其兴奋的血脉奔章 好手白发 叩头笑说 奴才事后了三代主子的人了 只说把这把老骨头 再给主子卖一回命 尽管请主子放心 奴才要学康熙爷跟前的武丹 好叫主子欢喜 直到奴才尚非全非之物 乾隆哈哈笑道 那你就好自为之吧 伸手挽起月中其 直送出殿外滴水檐下 月中其再三瓷泻 颤巍巍地退了出去